第1702章不凡 绿荫如盖 古墓参天 茂密的原始丛林中 两道身影迅速而又灵活地在枝干之间跳跃着 风一般地穿梭住 前进着 这两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楚行云和那个被他忽悠来的兵体 经过一路上的闲聊 双方互通了姓名 这个兵体今年才19岁 名叫不凡 以凡为名 却因为姓的关系 使整个名字变得不平凡起来 很显然 父母为他起这个名字 是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 但想要不凡 又哪里有那么容易 事实上 一直到今天 这家伙都挺平凡的 16岁参军 如今已经19岁了 参军三年 却还只是侦察营的一个小兵兵 哪里不平凡了 全速奔行了一段时间 两人终于停了下来 拿出干粮和水 开始休息起来 和其他考生不同 楚行云没有选择正面战场 而是由不凡领路 两人进入了原始丛林 绕过敌军前线 直插对方柔软的腹地 喝了一口水 将嘴里的干粮咽下 不凡好奇地看向楚行云道 老大 你确定真的没问题吗 要知道 处于腹地的虽然不是主战部队 但却有涅槃籍高手坐镇 横了不凡一眼 楚行云淡淡地道 你看我像是精神不正常 活腻了去寻死的人吗 这个 时宜地看了看楚行云 不凡抓了抓脑袋道 是不像 不过 我还是想不通啊 摇了摇头 楚行云掏出一个酒壶炉 仰头灌了一口烈酒 随后一边含着酒气 一边道 想不通就不要想 到时候自然就明白了 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不凡显然是那种 嘴上闲不住的画牢 再次开口道 老大 你这么好的条件 为什么会选我啊 面对不凡的询问 楚行云露出一丝笑意 你觉得 我也该像那些考生一样 雇用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 摊了摊手 不凡道 虽然我自认不凡 但我想不出不选他们 却选我的理由 再次灌了一口酒 楚行云道 你虽然实力不是最高的 经验也不是最丰富的 但是从你满身的伤疤 可以看出来 你是一个极肤冒险精神的人 得意地昂起了头 不凡傲然道 那是 我的胆子 一向是最大的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越是老兵 就越是胆小 他们怕死 选择他们的话 你觉得 他们敢执行我的计划吗 啊 听到楚行云的话 不凡恶然怪叫一声 苦笑着道 和助说 不管是反应还是意识 都是如此指了指不凡满身的伤疤 楚行云道 从你遍布全身的伤疤上看 你曾无数次游走与刀尖之上 却始终能保持伤而不死 由此可见 你的反应和速度 都是最顶级的 而想要做到百战不死 光反应快 速度快是不够的 还必须意识快 才可以做到 听着楚行云的话 不凡的眼睛越来越亮 意识快 反应快 速度快 哇塞 我的优点竟然这么多 点了点头 楚行云淡淡地看了不凡一眼 笑着道 没错 你的优点太多了 太强了 极限的反应 巅峰的速度 超凡的意识 唯一的缺陷 就是破坏力太低 整体实力弱 阿嘎 听着楚行云一连串的夸奖 不凡的笑容也是越来越大 直到最后一句 不凡整个人将在了那里 其实不需要楚行云说 不凡也知道自己的特点 他头脑聪慧 意识快 反应快 速度快 但战斗起来 却几乎没有杀伤力 虽然敌人很难杀死他 只能伤他 却杀不死他 可是相对的 他虽然可以闪避开 对方的伤害 保证自己伤而不死 但是同样的 他也杀不死对方 楚行云那句评价太对了 就是破坏力低 整体实力弱 经常是 他已经把对方 砍得遍体鳞伤了 但对方却就是不死 有心僵持下去 可是他其实也已经 遍体鳞伤了 支撑不下去啊 这次之所以追着 楚行云的身后 一分钱不要地追过来 其实原因很简单 楚行云在他耳边 低语时 承诺了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说起来 其实楚行云在他耳边 说的那句话很简单 妖魂是我的 金屑是你的 妖魂可以兑换军功 而金屑则可以兑换灵石 材料 甚至可以申请顶级锻造师 为其量身定制兵器 以巨灵战将威力 他就是用十份妖族武皇的金屑 聘请了一位帝尊 耗费十年时间 为其锻造了那柄巨灵战舰 妖族金屑 可以炼制成丹药 帮助修饰突破桎 是人类与妖魔对抗 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金屑可以随时兑换到大量灵石 但灵石 却不能兑换金屑 妖族金屑 是受先廷控制的 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任何私下的买卖交易 都是违法的 虽然百万灵石 也能去黑市 逃到一把不错的王器 但想要找到完全适合自己 完全贴合自己武道 能将自己的武道 发挥到极限的兵器 乞丐率为零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武者 想要一柄完全适合自己的武器 唯一的途径 就是量身定做 别无他法 以不凡快速灵活的特点 以及快到极限的反应速度 只要拥有一把锋利无比 完全贴合自己武道的神兵力气 那它的崛起 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想起即将到手的大量妖族精血 想起回去后 可以量身定制的神兵力气 不凡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有了神兵 就可以建功立业 名利双收 精血可以换取财富 妖魂可以提升军衔 不凡的人生 将真正变得不凡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这一次 他真的要全力以赴了 而这 也正是楚行云想要的 没有人甘于平凡 没有人不想平不清云 更何况是一个 以不凡为名的人 三两口将干粮吞进肚子里 拿起水壶 咚咚一阵猛贯之后 步凡第一个跳起身来 急切地道 好了 休息得差不多了 赶快出发 前面不远 就是妖族的腹地了 我们可没时间 在这里浪费 看住集三火四的步凡 楚行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要想马儿跑 就要给马儿吃草 想要最大的收获 就要给出最大的利益 站起身 看向丛林的深处 楚行云已经可以感受到 妖族的气息 战斗 即将打响 楚行云乾坤世界的第一战 即将开始 第1103章接阵 密林中 楚行云和布凡 并肩匍匐在那里 透过陵墓间的空隙 看住外面的妖族军营 妖族和人族 大体没什么区别 甚至有人坚信 所谓的人族 其实就是妖族中的 原族进化而成的 本身也属于妖族的一个分支 对于这种说法 楚行云不置可否 没有轻贱 也没有绝对证据的事物 楚行云一向是保持谨慎态度的 既不否定 也不肯定 武皇境界以上的妖族 和人类基本没有任何区别 但武皇以下的妖族 多少还保留着妖族的特征 或为牛头人参 或为马头人参 或留兽尔 或于兽尾 不一而足 此刻 密林外的这只妖军 是一队狼妖部队 各个都是狼手人身 身材健壮 而又矫健 行动如风 这个妖族的中队 有三百多妖狼战士 实力皆为阴阳 只有中队长 和两个副队长 为涅槃高手 此刻 正是午餐时间 所有妖狼战士 纷纷捧着血食 大口的撕咬住 虽然因为距离太远的关系 看得并不清晰 但是从妖狼手中肉食的形状上看 那分明是人类的肢体 整个狼族军营内 到处散落着人类的骸骨 恐怖到了极点 妖族食人 这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闻 而是人尽皆知的常识 可是即便如此 当楚行云亲眼看到这一切时 依然咬紧了牙齿 双目变得血红 观察了好一会 不凡终于按捺不住 小声道 老大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到底要怎么做了吧 确实 以楚行云和不凡两个 阴阳境界的小菜鸟 面对一只 由三个涅槃高手率领的 三百多个阴阳妖兵 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座位 一路奔行过来 已经花了四天时间 距离一周时间 只剩下了三天 若再没有收获的话 一切真的来不及了 楚行云知道 是该露一手了 时间不等人 他也没时间浪费了 沉阴间 楚行云猛地站起身来 直直地朝那个妖族的营地走了过去 喂 看出楚行云竟然不再躲藏 竟然堂而皇之地 就那么直接走过去 不凡真的是急了 面对不凡的急叫 楚行云却连头都不回 大声道 若你还想要精血的话 那就跟过来 若是胆小害怕了 那你就回去把切 面对着大咧咧的楚行云 不凡断然跟了上去 不是他的胆子有多大 也不是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而是因为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即便是涅槃级狼腰高手面前 他想走的话 也依然可以轻松离开 吉父冒险精神的不凡 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和他的速度是分不开的 打不过 但是却逃得走 这就是不凡安身立命的 看家本领 两人的逼近 并没有受到狼腰军营的重视 不是狼腰过于松懈 而是这两人太从容 太镇定了 一边走 还一边说笑 完全制造不出紧张感来 腰族和人族 单从外表 很多时候是看不出的 比如留了条尾巴的话 从军营的角度 就完全看不到 而且 这里毕竟是腹地 是后方 而不是前线 这里怎么可能会有敌人 一路走到军营门口时 守门的妖狼战士 一边啃着手里的大骨头 一边走到军营门口处 大声地吆喝道 你们是谁 哪里来的 面对那狼腰战士的询问 楚行云并没有回答 看了看妖狼战士啃着的 鲜血淋漓的骨头 很显然 那是一只人类的大腿骨 从鲜血淋漓的状态上看 就在不久之前 这条腿的主人 还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而现在 他却已经成了食物 看住楚行云越来越红的眼睛 那妖狼战士嘿嘿笑道 你是兔族的吧 怎么 你们兔族也开始馋血食了吗 依然没有回答 那妖狼战士的问题 一个即将死去的人 是不需要答案的 慢慢抬起右手 楚行云慢慢握住了 尖头探出的战刀长柄 冷冷的道 不凡 收割开始了 轰枪 化身刚落 楚行云的战刀 已经从后背弹起 瞬间化作一道乌光 重重地砸在了那妖狼的天灵之上 一刀之下 楚行云的怪力瞬间爆发 虽然没有万象增幅 但却依然不是同境界的妖狼战士 可以抵抗的 最重要的是 这一刀并不是平凡的 随手的一刀 而是融合了 允山和开天斩精髓于一身 直达地境的一招轮回斩 咔嚓 刺耳的声响中 开天刀夹带住 无法形容的气势 铺天盖地的一刀之下 直接将那妖狼 砸得精断骨折 整个人消失在了地平面上 一刀之下 地面塌陷 长长的战刀 将地面砸出了一个深坑 坑口周围蔓延出 密密麻麻的裂纹 而那妖狼的尸体 则已经被砸在深坑底部 死得不能再死 慢慢抽出了手里的战刀 楚行云慢慢地站住了身体 一道妖狼之魂 从深坑内冉冉飘出 被吸入了楚行云 胸前挂住的灵魂徽章之上 转过头 看了看呆若目击的不凡 楚行云皱眉道 发什么呆 你不要精血了吗 啊 猛地回过神来 不凡不敢怠慢 急忙探手入怀 掏出自己的徽章 注入能量后 一道犀利传出 深坑内 那妖狼的精血 直接被抽取出来 进入了徽章内的空间 敖屋 终于 军营内的狼族战士 终于反应过来 仰头发出了 凄厉的狼嚎声 顿时 整个营地 瞬间沸腾了起来 大胆 什么人 竟然敢在 我天狼族军营放肆 随着狼嚎声响起 军营深处的大杖内 响起了一道怒吼声 随后 三道脚尖的身影 凌空窜起 闪电般窜了过来 面对这一幕 不凡声音颤抖着道 不好 他们的涅槃高手出来了 快跑 跑 冷冷的一笑 楚行云目视着那三道涅槃 妖狼的身影 脚下去没有后退半步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若就这么跑了 一切岂不是白费了 看住楚行云无动于衷 不凡极了 一把拽住楚行云的胳膊 急切地道 你吓傻了吗 快跑啊 咱们不过是两个阴阳境界的小菜鸟而已 你还想靠咱两个菜鸟 去屠营吗 屠营 看住遍布狼族军营的人类海骨 楚行云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意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第11104章街震 随着楚行云的出手 整个狼族营地 妖狼狂销 所有的天狼妖族的战士 都第一时间拿起了兵器 朝楚行云的方向冲了过来 眼看着滚滚而来的天狼族大军 布凡终于坚持不住 剑实在是拖不动楚行云 只能转身逃跑 他可一点都不想死在这里 飞快地奔跑间 布凡身体周围渐渐散发出青色的光芒 这些青色光芒 渐渐凝聚成的一只青色的三维羽燕 融入了布凡的身体之内 猛地看去 布凡旁腐长了一双青色的翅膀一般 那双青色的羽翼急速地扇动住 像是两道喷射而出的青色气流一般 在青色羽翼的推动下 布凡越跑越快 身体拉出了一长串幻影 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不是他喜欢抛弃队友 但凡楚行云肯跑 他都不会扔下他 可问题是楚行云不肯走 而且 虽然比起速度来 他谁也不拒 但说起战斗 他真的没什么用 至于楚行云 他当然不肯走 跑了这么远的路 为的就是这个时刻 怎么可能离开 错过了这个机会 那考核任务怎么完成 而且 即便抛开考核不提 单就这些天狼族的战士 已人喂食的事实 便已经让楚行云动了杀心 转眼间 三名涅槃高手便已经横空劣志 三百天狼战士 也已经从四面八方 将楚行云围在了正中间 至于布凡 早一六眼跑的没影了 别的不说 单就逃跑而言 这家伙绝对是超级天才 只可惜 逃跑似乎算不得是什么本事 两军对垒 要的是勇气和实力 单只是跑得快的话 也就在侦察营 做个侦察兵了 妖族战士倒也没急着攻击楚行云 三百多队一个 而且还有三个涅槃高手压阵 还怕他飞到天上去 类似楚行云这样 胆敢当住他们的面 残杀他们同胞的人 那是必须活捉 用尽一切残酷手段折磨后 才可以死去 眼看着包围圈越来越小 楚行云的双眼 微微眯了起来 之所以一直没动手 他也是在等待机会 等待一个将所有敌人 一网打尽的机会 终于 就在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的范围时 楚行云猛地瞪大了眼睛 右手探出 轻轻一推之间 一道漆黑的洞口 由小到大 出现在楚行云的身前 随着洞口的开启 一道道黑色的烟雾 呼啸着从洞口中窜出 彭扶一道道黑色的旋风 朝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一连串的呼啸声中 只一瞬间 那些黑烟便凌空凝聚成 一道道漆黑的身影 仔细看去 那黑影足有一百多道 每一道皆有阴阳境界的实力 没错 这些黑影 正是楚行云的黑洞剑奴 这一百零八道黑洞剑奴 来自真灵大陆 北荒域的六宗门 生前 这一百零八人 尽皆是剑主 长老一级的存在 手握天下的权柄 他们 代表着楚行云的卓著战功 他们便是楚行云 一同北荒域的军功徽章 这样的一股势力 放在整个真灵大陆 几乎是可以横扫天下的 可是放在这乾坤世界 却只相当于一百个杂兵而已 事实上 现场的三百多天狼战士 随便挑出一个 实力都比这些阴阳剑弩高 眼看着楚行云挥手之间 召唤出一百多阴阳战士 那名涅槃籍的天狼族将领 先是一惊 随即便嘲弄地笑了起来 摇了摇那颗巨大的狼头 天狼将比一的道 都说人类聪明 我看却未必 你以为 就凭借这一百多条杂鱼 就可以吞下我们吗 不要忘了 站在你面前的 还有三位涅槃籍的妖将 说完话 也不给楚行云回话的机会 猛一挥手 大声道 进攻 给我杀死他 随着天狼将的命令 大战瞬间爆发 这些妖兵 不愧是常年在边境征战的老兵 战斗经验之丰富 简直匪夷所思 那天狼将没有做任何的实质性安排 可是所有妖狼战士 却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其中 三名涅槃狼将 并没有因为楚行云 只是阴阳境界 就小瞧他 开战的第一时间 便朝楚行云攻了过来 战场从来都不是儿戏 而是无比现实 无比残酷的场所 所有人都知道 只要杀了楚行云 一切都将瞬间结束 三百狼兵主动排成原形阵 将楚行云死死地围在中间 同时对抗着周围 那一百零八阴阳剑奴的围攻 而三名涅槃级的天狼战将 则联手对付楚行云 分别从三个角度 朝楚行云杀了过来 面对这一切 楚行云不经反喜 如此一来 对方恐怕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 他的战略意图 即将完美实现 一百零八阴阳剑奴 摆下了一百零八天罡地煞大阵 不求杀敌 只求困敌 只要能阻止这些天狼战士四散逃跑 楚行云就有把握 将他们一一击杀在这里 眼看着三名天狼战将的攻击 就要落在楚行云身上 挤到灰黑色的身影 鬼魅般地出现在了楚行云的周围 坑枪 剧烈的轰鸣声中 三名天狼战将的攻击 境界被拦截了下来 没有一个人 能靠近楚行云十米之内 更不要说伤他了 面对如此变故 三名天狼战将大惊失色 他们没有察觉到 这些强悍拦截了他们攻击的人 到底是什么时候 从什么地方出现的 彭扶 就那么凭空出现在那里 以绝对强悍的手段 正面应挡了他们的权力攻击 三名狼将连退几步 定眼看去 楚行云的身体周围 多出了八道身影 皆有着涅槃境界的实力 这八道身影中 两名女性剑奴 便是当日九寒宫的两位副公主 当日生死后 同样被楚行云炼成了剑奴 至于其他六个涅槃剑奴 分别来自五大宗门 出七星谷是两人外 其他每个宗门各一人 这些涅槃高手 几乎都是该宗门实力最强者 甚至是宗主 过去的千百年间 他们统治住整个北荒域 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决定住北荒域百亿子民的祸福 喜怒 此刻 两名九寒宫的涅槃剑奴 一左一右 守在了楚行云的身边 另外的六名涅槃剑奴 则分成了三组 每组二人 分别对上了一个天狼战将 看住三个惊骇欲绝的天狼战将 楚行云冷冷地道 给我斩尽杀绝 一个不留 随着楚行云的话 除了依然守护着楚行云的 两名来自九寒宫的涅槃剑奴外 其他的六名剑奴 疯狂地朝那三个天狼战将 杀了过去 第1105章 图影 黑洞剑奴的实力并不弱 但和这些从尸堆里 爬出来的百战老兵比 还是差了点意思 但是 黑洞剑奴也是有特点的 他们不惧怕受伤 更不惧怕死亡 若以伤换伤是可能的话 那么他们第一时间就会去做 若以命换命能实现的话 那么下一刻 就有两人瞬间同归于尽 黑洞虽然被万象牵扯住了 无法用来战斗 但是若是不需要请出黑洞 只需要打开出入口 放出黑洞剑奴的话 那完全是不成问题的 虽然同位帝兵 但是在品级上 万象比之黑洞 还有段距离 最起码 万象还只是半成品 而黑洞却绝对是完美无缺的巅峰状态 因此 虽然互相牵扯 但其实是黑洞压制万象 而不是同比例之间的互相抵消 黑洞无法离开石海 无法作为兵器来战斗 也无法作为阵盒来布阵 但若是不需要离开石海的话 例如打开黑洞空间 熔炼黑洞剑奴之类的 还是可以进行的 战况异常的惨烈 但是结束的也非常的快 黑洞剑奴 是黑洞吞食了海量材料后 凝聚出来的钢铁之躯 不惧怕受伤和死亡 想要秒杀黑洞剑奴 最起码要高出一个大段位 同一境界的话 黑洞剑奴虽不是金刚不坏 但若对方没有神兵力气的话 也是能伤 却不能杀 战斗持续了大概一刻钟后 便彻底结束了 108个阴阳剑奴 早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却胳膊少腿掉脑袋的情况 占了六成以上 可是黑洞剑奴 虽然看起来是人类形态 但却是没有要害的 砍掉了脑袋 也不会影响战斗力 即便把黑洞剑奴砸成饼 也只是失去移动和战斗能力而已 却并不会死 黑洞剑奴 本就不是生命体 已经是死了的 如何能再死一次 108个阴阳剑奴 硬是靠拼死搏杀 杀死了200多个同段位 但境界比他们还高的天狼战士 8个涅槃剑奴 也是以亡命的手段 完全无视来自对方的攻击 硬是用以伤换伤 以命搏命的方式 拼掉了三个涅槃境界的天狼战将 战斗结束后 所有剑奴的身体上 已经找不到一寸完好的地方了 每一个黑洞剑奴的身体表面 都布满了大大小小 深深浅浅的伤痕 其密集程度 看起来就像是穿了套粗麻布衣服一般 三百多道天狼战魂 蜂拥着钻进了楚行云胸前佩戴的灵魂徽章之内 转头朝不凡逃跑的方向看去 那小子依然不见踪影 也不知道跑出多远了 无奈下 楚行云只好催动灵魂徽章 汲取了三百多妖族 包括三名涅槃级天狼战将的精血 至于剩下的尸体 楚行云也没有浪费 黑洞剑奴 本就是用尸体结合材料 由黑洞炼制而成的 以前在真灵大陆时 楚行云可以搜刮六大宗门的仓库 取天下积累的资源 来凝炼剑奴 可是楚行云现在是在乾坤世界 在这里 他没有任何的底蕴和势力 也没有任何的资源可用 根本无法找到那么多昂贵而又珍惜的材料 不过事实上 高手的尸体就是最好的材料 甚至都没有之一 当日 楚行云用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两个老祖宗的尸体位置 魏武静穴和令天冲 量身炼制了两件黄器 用阴阳高手的尸体 完全可以替代海量的珍贵材料 炼制黑洞剑奴 以前在真灵大陆时 穷级北荒域 也才有一百多个阴阳高手 全容炼成剑奴 也不过才108个而已 因此楚行云不能奢侈的 以尸体代替材料来熔炼剑奴 可是现在不同 楚行云现在什么材料都没有 而阴阳高手的尸体 地面上足有三百多个呢 本著浪费可耻的原则 楚行云将所有的天狼战士的尸体 吞噬进了黑洞空间 经过熔炼后 三名天狼战士形态的黑洞剑奴 便出现在了楚行云的面前 一百比一 没错 比例非常的夸张 若是用尸体代替材料的话 要一百具尸体 才可以熔炼成一个黑洞剑奴 至于三具天狼战将的尸体 楚行云就没有办法了 要材料没有 要尸体 距离一百具也差得太远 不过 除了座位材料凝聚黑洞剑奴之外 同境界的材料两两融合 还可以提升实力阶位 斟酌了一下 楚行云最终选择了 曾经的万剑阁阁主 范无杰的尸体凝聚而成的剑奴 进行了连续三次强化 使其达到了涅槃三重的境界 在个体实力上 范无杰是最强的 他的剑技也是最犀利的 楚行云需要一个破坏力超强的 刺客型的帮手 关键时刻用来打破战局 范无杰的剑技源自圣剑 已瞬间爆发为主 范无杰巅峰的一战 便是在楚行云心魔的操纵下 与星辰古宗那巅峰的一战 那时的他 手持圣剑 以一对三千纵横无敌 那种威势 即便是夜穴上 也无法比拟 所有涅槃剑奴中 最被楚行云看中的 便是范无杰 圣剑与黑洞 同属无上帝兵 源自圣剑的剑法 其威力可想而知 若是练到极致的话 足以天下无敌 如果说 黑洞剑法 讲究的是吞噬一切的话 那么圣剑的剑法 讲究的就是 以烈火般耀眼的剑法 将一切填满 撑爆 巅峰状态下 范无杰那源自圣剑的剑法 真的是翠枯拉朽 所向披靡 虽然 被容炼为黑洞剑奴后 所有的记忆和意识 都已经消散 但那种融入到灵魂深处 即便生死也不曾消散的 恰恰是精髓中的精髓 更加的简练 更加的精悍 也更加的玄妙 这才是最本质的 不被一切虚妄所迷惑 最具威力的存在 将范无杰 熔烈而成的剑奴 提升到涅槃三重天之后 楚行云转身走进了天狼军营 一通搜刮后 除了得到了价值上千万的灵石外 基本是一无所获 这其实也是一种必然 军营 从来就不是存放财宝的地方 离开了军营后 楚行云一时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了 无奈下 只好转过头 朝不凡逃跑的方向赶了过去 但愿 这家伙的胆子不是那么小 不至于跑出太远 不然的话 这荒野如此之大 还真的不好找啊 第1106章千杀 好在 那不凡确实是个胆子极大 极富冒险精神的人 并没有跑出多远 依仗着自己跑得快 这家伙直接跑回了密林处 便没有再跑了 不凡的武林 是三维羽燕武林 位列六品 比楚行云的武林 还高出一品 只不过 三维羽燕的飞行速度 虽然天下第一 但是却几乎没有什么破坏力 说起逃跑 凭借三维羽燕赋予他的速度 即便追他的是武皇 他拥有信心 可以成功逃脱 但是 一切都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不能被敌人破镜 长途奔袭的话 三维羽燕的速度 绝对是无庸置疑的 几乎不可能被追上 但若只是短距离的爆发速度 比三维羽燕快的就多了 比如楚行云的空神顺步 就可以完胜他 羽燕的速度再快 还能快过顺步吗 顺步的移动 是瞬间的 是不需要时间的 虽然不可能人人都有顺步 但是短距离的 爆发性的突进能力和战绩 却并不稀有 只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步凡几乎谁也不怕 以他的极限速度 即便是武皇来了 也不一定追得上他 见到楚行云 毫发未伤地走了过来 步凡的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以他的见识和阅历 怎么也想不出 楚行云是如何安然无恙的 从三百阴阳高手 以及三名涅槃高手的包围中 冲出来的 尤其是当他得知 那三百阴阳妖兵 以及三名涅槃妖将 已经进阶被楚行云杀掉后 那表情 简直就和见了鬼一样 原本 对于楚行云的话 不凡是不幸的 可是当楚行云将 三百多份阴阳妖兵的精血 以及三份涅槃进阶妖将的精血 交给他的时候 想不幸也不行了 原本 他是不大好意思收的 但是楚行云却执意要给 毕竟 在来之前 楚行云就没要求他参加战斗 只需要他带路就可以了 而这个任务 他已经完美地完成了 所以这精血 是他应得的 最重要的是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 楚行云还需要他带领 去收割其他的战利品 而且 虽然给出了精血 表面看起来 两人是平分了战利品 可是事实上 楚行云急得了妖魂 又得了妖狮 一战之下 便增添了三个阴阳剑奴 这笔财富 就真的太恐怖了 黑洞剑奴 一共可以凝练 三百六十五个剑奴 时到现在 楚行云才凝练了一百一十多个而已 差得远住呢 而且 这些精血 楚行云也不是白白给出的 是有很深用意的 因此 不凡即便不好意思要 那也不行 必须要收下 不然的话 楚行云的计划 就无法进行了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 两人一番辗转 再次端掉了两个天狼族的军营 死在楚行云手下的天狼族战士 达到了一千个 天狼妖将九个 楚行云也就此多出了十个阴阳剑奴 除了十个阴阳剑奴之外 楚行云最大的收获 就是将剑奴泛无杰的实力 提升到了涅槃九重天 涅槃九重天 并不是极限 想要继续提升 只需要融合一具武皇尸体 就可以成为武皇剑奴了 只不过 武皇已经是各族的中间力量了 武皇的尸体 剑都不容易剑不到 哪有那么好得到的 至于不凡 这几天简直乐的嘴兜和布隆 跟在楚行云的屁股后头 一口一个老大叫的那叫一个清热 不怪他如此清热 实在是 跟住楚行云 好处太多 太大了 三天的时间里 一千多份阴阳腰穴 九分涅槃腰穴 这笔财富实在太大了 可是如此巨大的财富 他却推都推不掉 想不要都不行 用楚行云的话说 既然提前都约定好了 那就一定要执行 而且 若不是布凡的话 楚行云也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收获 虽然战斗的时候 布凡从来都是躲得远远的 连影子都看不到 可是若没有他带路 楚行云人生地不熟的 怎么可能跑这么远 还能准确地绕开大部队 找到小谷敌人的踪迹 那些老兵虽然经验老道 见识丰富 但是他们也更胆小 怕死 而且即便他们肯 恐怕也没有布凡的能力 可以说 楚行云有如此巨大的收获 有一半的功劳 也归在布凡身上 若是在正面战场上厮杀的话 楚行云相信自己 一定可以完成最基本的百人斩的目标 但是想要有更大的收获 那就是痴心妄想 正面战场上 随时都有武皇级高手压阵的 而且还不是一两个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 武皇高手都不会出手 但若是表现得太过了 类似楚行云这样 屠杀上千妖族的话 那武皇怎么可能还坐得住 正面战场的危险性 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即便是武皇高手 也经常会陨落在那里 时间宝贵 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得到最大的收获 就必须绕过前线 深入敌方腹地 那里防御最薄弱 警惕心最低 也最容易获取最大的收获 所谓 事不过三 三天之后 楚行云已经不打算继续下去了 连续三个军营被图赢 妖族不可能没反应 如果继续留下来的话 恐怕就会碰到武皇级高手了 而且可能还不是一两个 另一方面 楚行云也没有时间了 一周的考核时间即将结束 再不回去的话 就错过了考核时间 考核限定的 是一周之内斩杀一百妖族 一旦超过了时间 即便杀了一万妖族也没用啊 只能被淘汰 规则就是规则 硬性条件摆在那里 容不得半分差错 上午时分 楚行云歼灭了最后一支天狼军后 留下了八十多个重伤难起 垂垂欲死的妖狼没有杀 而是把步凡叫了过来 楚行云这一次的目标 就是杀够一千妖兵 积累足够的军功 近身未未官 现在既然已经达到目标了 不妨给步凡一些方便 在楚行云的保护下 步凡对未死的狼妖进行了补刀 她的灵魂徽章内 终于也挤满了一百狼魂 这次回去后 她就可以提升为士官了 看住双眼冒着小星星 一脸激动之色的步凡 楚行云淡然一笑道 好了 这一次的行动 到这里基本就画上句号了 接下来 你可以自由行动了 听到楚行云的话 步凡转身欲走 可是很快 她便停下了脚步 虽然和楚行云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满打满算 也没满一个周 可是楚行云给她的感觉 真的太不一样了 这个人 性欲至上 为人慷慨 相处时没有一丝架子 却偏用实力高深莫测 犹如一汪清泉一般 让人完全摸不透深浅 一个周的时间里 步凡真的跟住沾了太多的好处 一千多个阴阳天狼战士的金血 九个涅槃天狼战将的金血 八十多个妖魂 这加在一起 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 可是楚行云却眉头都不皱一下 全给了她 这样的人 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错过 这次回去后 楚行云积累的军功 足以尽身为为官了 那么她手下必然要有一些士官辅佐 这么好的老大 若是这次错过了 以后恐怕要后悔死的 最重要的是 和楚行云的相处 真的太愉快了 如沐春风 都不足以形容 若长官可以挑选的话 那么 毫无疑问 楚行云将是不二之选 第1107章怪才不凡 看中欲离难去 欲言又止得不凡 楚行云却不动声色 虽然这个时候 只要楚行云开口邀请 不凡立刻就会痛快地答应 但是邀请和投奔 是两种心情 两种感觉 邀请 是按照别人的意图行事 而投奔 则是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 两者看似差别不大 但是却是本质的差别 自己选择的 再苦也是甜的 之所以选择不凡 其实也是优中选优 不是没有比不凡更好的 但那个人 却并不在那个军营里 不管是命运也好 其他的也罢 楚行云被送到了这个军营 而这个军营里 所有的侦察兵中 不凡是最优秀的 那么多侦察兵 有十几年的老侦察兵 也有侦察营士官级的营长 怎么不凡就是最优秀的呢 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其实这并不难判断 关键还是角度问题 那天去雇佣侦察兵的时候 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却足以让楚行云看出 谁才是那些人的核心 谁才是那些人中最优秀的 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上位者 最重要的不是自己有多么的厉害 而是要有识人之能 若只是自身的实力强大 但却识不得人才 又或者有人才而不能用 能用而不得法 那么个人实力就算再强 也成不了大气候 那天的军营内 有三四十个侦察兵在 可是整个谈话的过程 却始终以不凡为核心 不凡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可以影响其他侦察兵的判断 不凡起哄 其他侦察兵就假秧子 不凡嘲讽 其他人立刻就配合出 一副嘲笑的表情 不凡询问 其他人就一声不发 耐心地等待回答 毫无疑问 不凡就是那群人的核心 精神领袖 在军营里 向来都是以实力为尊的 可不凡的实力 却又低得可怜 强者之间 是互相有感应的 除非境界上 比自己高出太多 否则的话 只要一照面 基本都能感觉到 对方的层次和实力 楚行云也是如此 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整个营帐内 不凡的实力是最弱的 可是 就是在这以实力为尊的 军营内 实力最弱小的不凡 却成为了 所有人的精神领袖 这就值得思考了 实力弱 却一身的伤疤 一身的伤疤 却又是伤而不死 很多线索 换了一般人 肯定难以理解 无法判断 即便是楚行云也是一样 他不是神仙 不可能一眼就看清 不凡的所有叙事 即便到了现在 两人相处了近一周的时间 对于不凡 楚行云了解的也并不多 但是有一点 楚行云已经确定了 毫无疑问 不凡是一个人才 有句老话说得好 怀才和怀孕是一样的 可能暂时会被埋没 没有人能看出来 可是时间一久 只要不是瞎的 都能看出你的才华 不凡也是如此 他是绝对有才华的 虽然楚行云 并不能第一时间看出来 但是他透过 侦察营其他士兵的眼睛 看出了一切 生当为人杰 死亦为鬼雄 这世界上 总有那么一些人 无论走到哪里 都可以成为核心 成为所有人的焦点 也许他们的成绩并不好 也许他们的实力并不强 但是过二十年 回头再看 人杰依然是人杰 而暗淡的 终归暗淡 经过一个周的接触 楚行云对不凡 已经有了初步了解 不凡的武林 为三维语焰 其武林天赋 为六品的风之子 虽然只是六品天赋 比不得九品的天赋强悍 但是风之子的天赋 却也有独特的一面 风系的九品天赋 为风神 可以驾驭风 获取极限的速度 对比起来 风之子就逊色了很多 加速效果 比风神差了很多 比起绝对速度 风神要超出 风之子三个层次 可是风之子 却拥有更独特的一面 虽然在加速方面 比风神差了三个档次 但是若是用来逃跑的话 却又另一说了 风之子天赋 不但可以驾驭风 获取超快速度 而且会受到风的庇护 在加速自身的同时 若有人在身后追击的话 还会受到风的阻挠 降低对方的速度 风之子 顾名思义 风的孩子 作为风的孩子 自然受到风之法则的庇护 加速己身的同时 阻挠追击的敌人 除非实力达到了帝尊 可以以力破法 强行破开法则的禁止 否则的话 即便是武皇清灵 也要在风的阻挠下 速度大降 这一加一减之间 单说用来逃跑 风之子还要胜过风神 因此 不凡有信心 在武皇的追击下 依然逃出升天 天才吗 确切地说 应该是怪才 虽然对战斗来说 这个天赋没什么用 但若说起逃命 这天赋几乎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即便是九品风神 也不能以阴阳的实力 从武皇的追击中活命 但不凡的风之子却能 越是了解不凡 楚行云便越感觉有意思 这次楚行云 不但给了不凡所有的精血 最后甚至还帮他 凑够了一百个妖魂 这次回去后 不凡便可以升位士官了 之所以如此慷慨 是因为楚行云想招揽不凡 他需要这样一个怪才 来帮他做事 虽然在其他人看来 不凡除了逃跑 什么都不会 基本是最无用的那类人才 但是在楚行看来 这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人 之所以没用 只是所用不得法而已 识人的本事 并不只有楚行云有 上位者 或多或少的 都有识人的能力 但是识人归识人 能不能用人 用人的不得法 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正面战场 常规性的侦查任务 不凡是基本无用的 常规的侦查任务 考究的是隐匿和侦查的本领 这一方面不凡有 但却并不是出类拔萃 不凡的特长 是绕过敌军封锁线 去敌后侦查 在这个领域 不凡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敌后侦查 是非常危险的 一不小心被发现 几乎就是必死的 可是不凡不怕 凭借他的超级速度 以及封的庇护 即便发现他的人是武皇 也依然可以安然离开 第1108章残酷 迟疑了半天 不凡终于下定了决心 一不一挪地走到楚行云面前 不凡抓着脑袋道 老大 这次回去 你就可以建立自己的队伍了 你看 你那确认不 好笑地看住不凡 楚行云摇头道 怎么 尝到甜头了 嘿嘿 不好意思地笑住 不凡显然很少求人 有点手足无措的味道 不过他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想跟住楚行云 跟住楚行云这样的老大 有肉吃啊 认真地看住不凡 楚行云道 这次是因为时间紧迫 而且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才以合作的方式 发出邀请的听到楚行云的话 不凡急忙点头道 你说的我知道 若加入你的队伍 就没这样的好事了 毕竟 好处不能我们俩都站了 还有其他的战友嘛 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没错 论功行赏 是一支队伍生存的基础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就是了 拍了拍不凡的肩膀 楚行云微笑着道 对于你 我还是非常看好的 别的我不敢保证 我可以承诺的是 我可以把你的特长 发挥到最大 特长 面对楚行云的话 不凡一脸的迷惑 他哪里有什么特长 莫非 逃跑也算是一种特长吗 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 没有人愿意逃跑 可是实力的低微 让步 凡不跑都不行 虽然曾经三次 从武皇手里 逃的性命 但不凡从来都没把那个 当成是光荣 不过 不管明不明白 先答应下来再说 拍着自己的胸膛 不凡豪气冲天的道 既然老大看得起我 那从现在起 我不凡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无奈地看住不凡 楚行云连连摇头 这都用的什么破词啊 这词是这么用的吗 试用在这儿的吗 虽然内心无语 但好在楚行云 也不是咬文嚼字的人 摇了摇头便放下了 看了看时间 已经不早了 明天就是截止日期了 必须要立刻赶回去了 思索间 楚行云一探手 沙纳间 一道诡异的波动 剧烈地波动了起来 在不凡惊讶而又好奇的注视下 两人面前的虚空中 迅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 紫色雷电 紫色雷电 如珠网一般秘籍 剧烈地蜿蜒柱 扭动着 下一刻 一道巨大的缝隙 出现在了半空中 巨大的裂缝中 一颗猙獰的头颅 慢慢地探了出来 面对这未知的恐怖生物 下意识地 布反转身就跑 可是跑了半天 却一步都没能跑出去 整个右臂 被楚行云拽住呢 看住面色下的惨白的布凡 楚行云也懒得解释 直接拉着他的臂膀 踏上了太须 史灵蟒的脊背之上 接下来的一切 对布凡来说 就像是做梦一样 史灵蟒的能力 对他来说 那是帝尊级都未必有的本事啊 来时跑了三四天 可是回去时 却只花了半克钟 没等布反从镇经中回过神来 史灵蟒已经再次 从空间中钻了出去 透过裂缝朝外面看去 军营就在不远处的丛林外 回到军营 布反第一时跑去军部 紧升军衔去了 楚行云也不敢怠慢 虽然距离考核结束 还有一整天的时间 但很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进入军营 楚行云直接朝九霄学府的营帐走去 一路之上 周围的氛围越来越凝重 越来越深沉 靠近九霄学府营帐附近的时候 周围已经全是考生们的帐篷了 从楚行云看到的情况上判断 今年的考生不容乐观 整个考生区域 充斥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帐篷内 所有考生都是遍体鳞伤 甚至有的残缺了肢体 有人失魂落魄 有人胆战心惊 更有的已经吓破了胆 色缩在角落里 一边流着泪 一边喃喃地念叨住什么 看出这一幕 楚行云不由嘲弄的一笑 这就是催生出来的天才吗 这样的天才 真的可以守护人类吗 对比起来 楚行云就大不一样了 且不说上一世 千年的时光 楚行云天天都在刀尖上打滚 过着刀头舔血的生活 即便是这一世 楚行云也没有片刻安稳过 挑战不可能 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 当一切都变得没有挑战时 楚行云便会瞬间感到索然无味 即便是万里江山 也不会让他有丝毫的留恋 这些催生出来的天才 就像是温室里的花朵一般 娇生惯养之下 猛然上到残酷无比的战场之上 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适应的 正面战场的残酷 即便是楚行云 也要慎之诱甚 不敢轻易地冒险 别说楚行云现在只是阴阳境界 即便他现在已经是武皇 也依然如此 进入九霄学府的大帐 几名考官也是眉头紧锁 不等楚行云开口 一名年过三巡的美妇 便不耐烦得到 别总跑过来问 过了明天 你们就可以回家找妈妈了 说话间 那美妇的表情 非常的不屑和不耐 但更多的却是无奈和憋屈 这一环考核 是最残酷的一环 太多的天才 都死在了战场上 不管这些考生的家长 如何叮嘱 也不管他们多重视 现实的战场 依然比他们想象的 还要残酷十倍 百倍 甚至千倍 这一批的一百名考生 已经确定战死的 便有三十二人了 还有十几人生死不知 消息全无 如果可以的话 真的该去掉如此残忍 而又残酷的考核环节 可是千万年来的经验 都一次又一次地证明 这个环节 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去掉的 那些不适合的人 即便九霄学府 耗费了海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培养了起来 也会在未来 一文不值的 莫名其妙地死掉 投入的人力 财力 物力 全部都浪费得一干二 紧紧不说 还会牵连其他人 陪着他一起去死 看中那一脸不耐的美妇 楚行云淡淡地道 我是来提交任务的哦 惊讶地抬起头 那美妇的眼睛不由得一亮 这个男生 真的好帅啊 那帅到有些妖艺的脸蛋 竟然让他的面孔 都红了起来 虽然楚行云 从来不在乎外在的东西 但他那经过清廉接天 重新塑造的躯体 实在是太完美了 没有任何的瑕疵和缺憾 尤其是经过清廉接天的能量洗涤之后 楚行云从上到下 散发着一种至节至尽的气息 让人一见之下 便不由地心生好感 这个好感 不只是对女人 对男人也一样有效 羞涩地接过楚行云递过来的徽章 轻轻地扫了一眼 下一刻 那美妇今生叫了出来 这 这怎么可能 第1109章轮回小队 过去近一周的时间里 成功完成百腰斩的考生 一共只有30人 其他的考生 除了战死或失踪外 基本都吓得不敢出军营 天天嚷嚷着要回家 可是现在 考官要在这里主持考核 谁有时间和心情 去把这些吓坏了的宝宝 一个个送回家去 且不说那些 无法完成考核任务的人 就算是那些 完成了考核的考生 也基本都是遍体鳞伤 守在帐篷里 等待考核结束 面前这个俊逸的 无法形容的男孩子 近一周以来 一次都没见过他 若是见过的话 以他的俊秀 美妇想不记得都不可能 可是近一周没见的他 却在第一次见面时 便提交了足足1000个妖魂 这太惊人了 这些妖魂兑换的军功 足以将他的军衔 直接晋升为卫官 百腰斩是士官 千腰斩是卫官 万腰斩是校官 十万腰斩是将官 至于大将 则是百万腰斩 有记载以来 能做到大将的人 可谓是凤毛领奖 少之又少 虽然 楚行云的成绩 并没有打破任何的记录 但是即便放在 整个人类历史上 能达到这个成绩的人 不超过100人 看住目瞪口袋的美妇 楚行云道 我正式提交任务 同时 申请卫官军贤哦 急忙确认了一下徽章内的妖魂数量后 美妇拿出了表格 快速填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 九支涅槃境界天狼妖将的妖魂 并不在其中 用天狼战士的尸体 凝练剑奴的时候 每个剑奴需要一个天狼妖魂 以及100具天狼妖狮 因此楚行云有大量的妖魂可以上交 可是提升范无杰的实力时 每提升一阶 需要一具涅槃境界的天狼妖魂 以及一具涅槃境界的天狼妖狮 缺一不可 整整一千阴阳妖狼的妖魂提交上去 楚行云只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便从一个裂兵 晋升为一个少尉 原本的徽章 以及徽章内的妖魂 被提交了上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枚白金徽章 徽章正上方 是一颗金星 这便是少尉军衔的徽章 结果徽章 楚行云翻看了一会 这徽章便代表着楚行云的身份 权力以及地位 不过 楚行云只是对徽章本身好奇而已 对于所谓的身份权力之类的 完全不感兴趣 但凡楚行云在乎什么身份 权力 地位 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在真灵大陆 他就是王 楚行云真正在意的 从来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水流香 那是他上一世 千年的遗憾 千年的思念 领取了徽章之后 楚行云并没有离开 而是再次开口道 另外 我想成立一个战队 面对楚行云的请求 那美副点头道 没问题 按照规则 少尉可以统帅百人部队 位观中 少尉可以统帅百人 中尉三百人 上尉六百人 最高的大尉 可以统帅八百人 不过在建立战队之前 你得先确定 想要加入的部队 加入 皱了皱眉头 时到如今 楚行云已经很难接受 成为他人属下 受他人管制了 不是楚行云心高气傲 而是他的身份 决定了他不能这么做 身为真灵大陆的 最高权力者 他的荣辱 关乎到整个 真灵大陆的荣誉 所谓君忧陈辱 君忧陈死 就是这个道理 时到如今 楚行云可以和任何人 平等相处 但却不能拘于任何人之下 不然的话 就等于是将整个真灵大陆 所有子民的位置 放在他人之下 沉吟间 楚行云凝重的道 我不想加入任何部队 而是想成立一个单独的 由我一人统帅 向我一人负责的战队哦 惊讶地看了楚行云一眼 也不知是不是被楚行云俊美所迷 美副的耐心变得出奇的好 看住楚行云俊俏的脸蛋 美副面孔热红的道 你是要申请组建精英战队吗 倒也可以 不过在规格上 却是要降格任命的降格任命 对于美副说出的词汇 楚行云感到很陌生 面对楚行云的疑惑 美副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所谓的降格 就是少尉按照少使来任命 原本最高可以统帅千人的位官 却只能任命为最高统帅百人的士官 以此类推 统帅万人的校官 只能任命为统帅千人的位官 统帅十万人的将官 只能任命为统帅万人的校官 军衔不变 但是实际任命的军职 却要低一格 不过这一格 其实却包含着四小格 以楚行云魏力 原本是少尉的他 却要从少尉一路降下去 少尉 大士 上士 中士 少士 听到美副的解释 楚行云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就点头道 没关系 降格就降格 就成立精英战队 激赏的点了点头 那美副赞叹的道 这样也好 没有长官乱插手 乱管事 行动上会自由很多 不过没了长官的统帅 也容易遭遇危险 很多精英战队 都是因为缺乏经验 导致整个队伍彻底负面 再三确认了 确认了楚行云的选择后 那美副便没有再劝 助手帮楚行云办理起来 所谓的精英小队 是常见的战斗队列 一般都是九霄学府的高等学员组建的 战场之上 士兵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军官的死亡率 却并不高 反而会很低 这个情况 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很多高等学员 已经把军衔提得很高了 但是军职却很低 军职这个东西 基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坑到不出来 下一个就进不去 尤其到了中高层军职 大都是武皇担任 以武皇几千年的寿命 只要不战死 便可以近乎无限的连任 不管军衔升到多高 新生代都是很难正式担任太高军职的 无论是军衔 军功 还是经验 实力 和那些老牌武皇相比 都差了太远太远 很快 一切手续办理妥当 楚行云正式成为了一个 十人规模的邵氏小队长 原本可以成为邵尉的他 却选择成为最低级 只可以统率九个士兵的邵氏军官 不过 队伍虽小 但却完全受楚行云管辖和控制 是完全属于楚行云的小队 队伍小了点 但却可以不断发展壮大 楚行云相信 总有一天 这个小队的名字 会震惊整个乾坤世界 至于小队的名字 就叫轮回小队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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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